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台经济实惠的MPV几乎是每家公司的必备 但是要照顾到面子 普通版的G28显然有点不够用 既然你问到了大众的微软 咱们就好好的对比一下 微软也是一款万众期待的车 从亮相至今一直在风口浪尖上 大家都期待着微软能够成为G28的对手 因为大众的品牌力足够的硬气 在中国市场认可度很高 所以由大众担任G18对手这个角色是最适合不过的 国内市场对大车颇有好感 土王为什么卖的好啊 除了大众的车标之外 大尺寸 大空间 必然是大卖点 尽管大车卖的不一定好 但小车卖的一定不好 在中国这铁绿不信你去看看陵墓 所以大或许是许多家庭单位的购车关键点 商务MPV个头也注定不能小 毕竟车越大 气场越强 而微软源于土王停台 尺寸自然也不会小 长度超过5米3 宽度接近2米 这个尺寸参数绝对属于国内商务MPV的领先水平 大尺寸的轮胎和高的离地间隙都散发着一股SUV的味道 地台高度自然也比G18高出了不少 这可是商务车的大企业 既然定位是商务车 内饰未然可没有一点商务车的样子 直接把大众内饰搬了过来 G18ES陆尊版双联屏还是很有档次感的 而且换挡机构在中台的左侧空间利用率也更高 而作为重中之重的第二排G18ES配备了后排的小左板 电源接口这些都是微软锁不具备的 这样的设计也特别适合商务人士 但是微软后备箱开口高度偏高 就算商务车定位也太没把司机犯在眼了 不够人性 高开低走 结果令人失望 微软并不具备足够的实力 别克G18对抗 尤其是在细节方面都不进入人意 相比之下别克G18更加成熟 依然是高端商务MPV的网道 那我建议你买ES的陆尊版 不仅外观呼人心 开出有接客户 也有档次 而且那是大面积的皮质包裹 加上双联屏 很高级 207的方向机也是相当给力 面子 价格都到位 而且保有量很大 好了 感谢收看本期的EC之道 我们下期再见